What else can I say 就是 like it a lot 很 delicious 你知道嗎 會讓人家覺得 WOW 只能說一個字就是 嫩 看起來就是 嫩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 Sarah 嗨 今天呢我要來分享久違非常沒有分享的愛用品系列 沒錯 1、2、3 所以現在是4、5、6月 然後但是其實這支影片出來的時候不知道是7月幾號 但是這就是4、5、6月的愛用品 差點就忘了 然後當我回想起我到底有愛哪些東西的時候就發現 喔 太多了 好 因為東西很多 我們就直接進入影片的部分吧 首先呢妝前乳 我只能說 我怎麼覺得很久沒有講嘉丹妮爾 所以要再來講一下 應該是因為Magic Cream 我已經很久沒有去碰嘉丹妮爾 但是現在夏天到來了 Magic Cream 還是有一點點太厚重了 有點熱有點悶 嘉丹妮爾 就是回去用它就覺得 好清爽 然後防曬係數 SPF50 超讚 然後推開臉不會有任何的悶熱 油膩感 超級無敵清爽 Love it 就是真心愛它 我愛它愛到不行 對 我有折扣嘛 我一直都有折扣嘛 SARH SARA 買他們家的東西其實這樣再打85折 那應該知道他們家的面膜 就也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家有很多東西都很好用 但這個我真的是第一名 永遠的Top 1 接下來的話來進入底妝 那底妝呢 其實我比較有印象 都是我最近愛上的 之前用的很多底妝都覺得好用 但沒有到 OMG love it 這樣子 那首先的話 粉底我就是有兩罐 第一個是這個 對 故意鬆鬆的香奶兒 但我用完我真的很喜歡它的妝感 我會一直重複想去使用它 尤其是最近皮膚 可能是因為濕悶的關係 很容易用敏感 皮膚會容易就是稍微起屑這樣 但是如果真的去用那種超級無敵保濕 又比較厚重的粉底 我的臉子會更不舒服 而且我有拍一個reels 就是在講它 這真的妝感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它是真的要你膚質 非常非常好的人才會適合用 或者是你是有加其他的遮瑕 然後跟它一起再使用 才會喜歡這關 如果你是膚況比較有很多問題的人 它的話就是遮瑕度真的是不高 真的不高 但是妝感非常漂亮 然後持久度也很好 然後妝到晚上看起來就是 還是非常的細緻漂亮 lovely 所以愛它 這個我的色號是B10號 順便說一下我今天戴的零星眼鏡是 星歐 這個他們的Misty Green 那再來的話 是我之前接到IG業配用完之後就發現 OMG 就是接到一個寶物 這個是CMP他們家的氣墊 雖然我剛剛有察覺一個就是缺點啦 是我覺得它的粉撲很容易有很多粉底卡在上面 然後就結塊 也有可能是他們粉底質地的關係 因為他們這個氣墊粉餅的話 那個妝感上臉上非常的漂亮 然後重點是不用定妝 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什麼沉膜科技 就是拿定妝噴霧什麼之類的 但是它是底妝本身不需要定妝 所以想像你那個底妝剛上上去那個漂亮的光澤感 它就是會留在那裡 然後你們也可以去看我那支reels 就是把那個紫巾壓到臉上 然後就直接掉下來 明明臉看起來油油亮亮 但是它一點都不黏 我不知道是怎麼辦到 但我只能說我最近就是一直狂用這顆 然後在外面我就看著我的肌膚就覺得 OMG 我肌膚真美 然後重點是碰到不會沾臉 就是 這是什麼神秘的科技 你知道嗎 說不定有很多粉底會這個很厲害的這招 但是我自己是第一次碰到 而這位就是CMP 我真的很愛 好再來的話 那要進入我們遮瑕的部分 遮瑕的話 我自己先想要來講這一支 這個無印良品的這個遮瑕膏 這個無印良品的遮瑕膏 我一開始買它的心態 就覺得這個絕對累 因為我那支影片是隨機買系列 所以就是我買什麼 我用什麼 你知道 買一堆沒有看過的東西 然後 當下就是直接給第一印象 但我對它的第一印象 我就是對它的那個期待值超低 超低 而且我還是覺得你會爛 因為這種膏狀很長 都是乾到一個不行 但是我在上在臉上之後 就想說 嗯 沒有我想像中的乾 好 拍開之後 嗯 延展度比我想像中的好 然後 嗯 遮瑕度非常棒 然後就發現 超好用 就是它是這個超好用的東西 尤其是我在素顏的時候很喜歡使用它 因為它其實蠻輕薄的 所以 我素顏的時候就是會稍微 上一點 然後就手指壓一壓 然後就可以出門了 因為我之前素顏是很常使用那個 歌劇魅影的那個粉霜 那那個粉霜還是一樣超級無敵好用 但是方便度的話 這個就是再往上加一等 而且它也不貴 所以 真的是 很愛 小資學生會非常愛這一支 就是隨便塗一塗 然後就是 把它拍開 然後持久度 對 持久度也是 意料的非常好 所以 就是很喜歡 好 那我剛剛發現其實還有一個 底妝類的東西 我忘了講 是這個 這個是 La Role Poche 就是 禮膚保水 Tone Up Rosie 就是防曬 有點像防曬 隔離乳那樣 但是上起來 它看起來就像素顏霜 就是我之前有介紹的那個 April Skin的那個 也很好用素顏霜 但是我覺得它比那個素顏霜 還是更自然 然後 更像肌膚 更服貼的感覺 非常喜歡這個 所以我平常如果只是 要出門 然後就是 你知道 其他東西都懶得擦 我如果有要素顏出門 然後 或者臉真的至少要上防曬 我現在真的怕老了 OK 現在真的是 要進入30之前 我就是 非常的在意 就是臉部防曬這件事情 所以 我只要出門 基本上都會有臉部防曬 不然就是會有物理防曬 直接戴一個超大帽子 這樣 總之 它這個 SPF50 PA++++ UBV 加 UVA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但是聽起來 很厲害 OK 總之 這一罐 很好用 我很喜歡 但是如果你是 身體的顏色 真的偏 比較暖色 或者黃色的話 這個可能會讓你的臉 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因為它是 非常粉 Rose 就是它會 照著你的臉的膚色 所以如果大家有要塗的話 就是可能要 連脖子也一起塗這樣 或者是如果你的皮膚就是真的滿白 又偏冷掉的話 這個你會超愛的 再來我們再繼續講遮瑕膏 那遮瑕膏的話 無疑就是最近大家應該看得出來我超愛搭配這個超愛 我只能說搭配這個 我跟它的關係有點像我之前跟Jeffree Star的那個遮瑕膏一樣 就是我第一次用的時候就覺得 普通還好 不知道是判斷力不足還是怎麼樣 但是這一次搭配就主動要寄這支髒紫色 他們最新這個應該滿火紅吧 是被我炒紅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拍了一支reels去使用它 然後就真的是覺得有夠服貼 然後這個紫色 可能是因為是冷色掉的關係吧 就是讓你的皮膚泛黃瞬間消失 就是這個校色效果超級無敵好 但是重點是 它還是看起來像是正常的肌膚膚色 不會讓你有一塊紫色在那邊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然後遮瑕度又非常好 然後它好像是有點沉默嗎 因為我個人覺得 我把它上完之後我不定妝 它其實也不怎麼掉 那這個部分我不太清楚 我先不亂講 但這個髒紫色 我特別就是有想要講一下它 因為它的顏色很特別 就是調出這個顏色我真的覺得 大黑有點厲害 就是 怎麼知道 要調這個 OA的顏色 然後擦臉上 就非常漂亮 雖然今天沒有示範到 但是大家都可以去看我的 Ig Reels 的那一支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實際使用起來的感覺 再來的話 當然還是他們其他的遮瑕都一樣 超級無敵好用 得說我如果真的爆炸用的就是這三支 那這兩支其實比這支還要更爆炸用 因為這兩支是 拿來調整我自己黑眼圈的秘密武器 那首先呢是這個顏色BUFF 那BUFF這個顏色對我來講就是 稍微我的膚色再偏暗一小小結 就是會看不太出來 在我臉上看起來會太暗的這個程度 所以我很喜歡拿它來混其它我的遮瑕 或者是單上它 我也不會看起來奇怪 那再來就是他們之前好像也非常有名的Peach這個顏色 我也是現在太愛上它 我知道I'm a little late 但是有夠好用 那個顏色調的超級無敵好 拿來上眼睛下面就是直接黑眼圈就是不見 這種也是遮瑕度也很好 但是你暈開的時候你也不會看起來 眼睛下面有一塊橘色 就是像我今天是上了那個CMP的底妝 就是這比較白的底妝 才可能看得出來那邊好像顏色偏橘 但是你把它薄薄的推開 它就是很薄 延展度就是可以非常好 但它的遮瑕度還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把它推到超薄 那個顏色會在 那你上面再蓋一般的遮瑕色 黑眼圈就不見了 OK What else can I say 就是 like it a lot 好那再來的話 我只想要小小的 mention一下這個 LUNA的這個遮瑕膏 這個遮瑕膏其實我之前的愛用品 就已經有講過它真的是非常好用 那這次只是因為我去韓國的時候 老師幫我化妝的時候也有使用到這個 我就覺得馬上又把它拿出來狂用 因為老師用過 所以我就是整個又回去愛它 那這個顏色呢是01號 然後它真的是一樣遮瑕度非常好 然後延展度非常高 然後顏色也是很漂亮 然後再來 應該是我們今天遮瑕最後的部分 那這個是Kai Beauty他們最新的校正顏色 這個是P2 Kai Beauty之前就有出了就是R開頭 就是比較玫瑰色系 然後這次是P開頭 它還有綠色 但是我個人真的覺得我比較注重黑眼圈 所以我其實綠色校色 有時候比較不會用到 但橘色非常需要 然後顏色也是調得很好 它呢其實跟搭配這個比起來 它還比較偏在玫瑰色一點 就它比較在粉 這個比較在粉 然後搭配這個比較在橘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就是膚色去做判斷 順便說一下就是之前我PO了一支影片 就是我的那個個人色彩的那個測驗 其實我並不同意就是老師最後得出的結論 就是影片裡面可能說 就是大家就是參考一下就好 但是我想要在這邊跟大家說 我總覺得我知道自己的膚色色調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那個色彩測驗是給我新的體驗 然後讓我去觸碰一些就是舒適圈外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那個體驗還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我覺得老師覺得我的顏色有點太冷了 其實我沒那麼冷 因為我個人覺得我擦橘色也是非常襯我的膚色的 但的確有一些那種亮橘色跟就是塗色什麼之類 可能沒有到那麼襯 所以我還是有點偏冷色調 但是我覺得有點卡在中間 我之前可能就已經有說過我的皮膚的膚色 是比較處於中間色調 反正基本上就是偏暖色或冷色色調的就是顏色都不會到太不適合我 好接下來的話我們來進入就是眉毛的部分 眉毛呢其實我覺得一直沒有說找到什麼很厲害的東西 不然就是我對眉毛就是一直處於一個 眉筆好用的話還是會很開心 但是就是沒有那麼興奮 因為眉毛就是大概這個顏色 雖然最近有在開始想要慢慢碰心的 就是我現在有訂了一些就是顏色比較淺的眉毛 因為去了韓國彩妝師之後呢 總覺得淺色眉毛不難看 今天是已經我拿手邊的東西盡量讓它淺了 但是顏色可能還是沒有到這麼這麼的淺 那今天的話我使用的產品是這個 這是Benefit他們家的這個眉粉 說實在說是愛用品嘛 不如說我就是沒事就是會一直拿它來用 就你知道顯色度非常好 然後持久度也非常的好 找不到說什麼缺點 但是它跟我以往用過的很多開架的眉粉 又哪裡有不一樣我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但是我最近真的是非常愛用它 它就是整個被我中間挖到一個不行 就是我基本上現在眉毛很多都是用它在畫 然後呢我常常都會搭配上這支 Pony Effect這支我愛用品我已經提過 它的眉筆真的好用 我現在只是想要來重複的講 它後面這個眉膠有多好用 輸一輸然後它是透明的 然後就會形成一個眉毛羽衣 然後眉毛就真的是比較不容易掉 你可以自己去挑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但是後面這個眉膠 請出單罐謝謝 然後最後呢就是你知道用剛剛那個眉粉 然後跟眉膠之後 還是會有一些小小的空洞 我就會使用GIMI的這個最細的這支眉筆 他們新出的那個防水眉筆 我又不喜歡 那這支非常好用 那接下來進入我們定妝的部分 第一我先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真的是超級無敵常用 然後我覺得很快就要看到鐵盤 我已經看到鐵盤的形狀了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大家已經有形狀了 這個是NAS最近也定妝蜜粉餅 這個是 Soft Matte Advanced Perfecting Powder 嘿名字現在取得越來越亂七八糟 所以我其實比較傾向叫它蜜粉餅 那這個的話我只能說它那個一大特色 我其實特別喜歡是它超扁 你知道嗎它沒有要放刷子在裡面 它就乾脆把它做到超扁 我好愛我超愛這一點認真 就是其實像Charlotte Holberry的這個我也很喜歡 它們就是特別 那你又是一個好用的蜜粉餅 攜帶出去非常非常方便 只是你要另外再攜帶粉撲啦 它就是裡面不會附 但它的粉質超細 然後定妝的部分就是我只能說毛孔沒了 然後又不會看起來超級無敵乾 就是一個細緻漂亮的妝感這樣 我真的超愛 然後因為我拿到這個顏色就是非常的淺 某方面來說它其實可以拿來定妝也可以拿來稍微提亮 你知道嗎 像我覺得我眼睛下面拿它來定妝 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是我很喜歡 應該是偏黃啦 但真的超愛這個粉餅 我真是用到包 那再來的話我要來講另外一個粉餅 也就是這個 卡茲蘭他們家的黑瓷柔紗蜜粉餅 這個蜜粉餅我覺得非常厲害 就粉質細到很厲害 這個好滑 然後摸起來 你看就是非常的細薄 我之前就是剛好拿它來跟就是另外一個開架的蜜粉 一人上一邊的時候發現 哇靠 這個也比那個開架蜜粉也細太多了吧 所以之後我都是拿它來定妝 說實在我覺得它如果定太多的話 你的妝會開始比較稍微偏乾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定一個剛剛好輕薄的量的話 妝會細緻到不行 我的天啊就是它那個粉的細緻度真的非常好 我記得它們的那個鬆粉系列好像也非常非常的紅了 我做成蜜粉餅還是非常的好用 裡面還有附粉撲 而且這個粉撲是好用的粉撲 它是絨毛型粉撲 所以其實它裡面還有粉撲這件事我覺得很貼心 所以這個我個人覺得大家是可以認真考慮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MEC Studio Fix Pro Set & Blur 這個系列的蜜粉 那它是紫色這個顏色 那我其實也是公關品拿到 但是我確實原本就想要買 缺貨買不到 然後我記得也是艾莉跟我說紫色這個顏色 超讚 我也沒有說特別偏愛紫色這一關 只能說我只有紫色這一關 那用起來的話就是粉質一樣很細 但它不是像這個卡茲蘭這樣子 是那種有點像廢紫粉的那種細法 這個就是一般蜜粉 然後細緻度比較高 然後加上它的包裝 我的天啊 先不用說它粉撲也是絨毛型 是非常好用的 然後它這個包裝有蓋子 然後下面是網子 我只能說它這網子特好取粉 你就是蜜粉刷 如果你今天是要真的定全臉的話 就這樣沾一沾 然後就是可以 你知道直接在臉上畫圈之類的 因為其實這樣沾有時候還是很多 不是就沾到這麼多粉嗎 我自己覺得我發明或者是我發現一個方法 就是想要讓這個粉不要這樣一坨上去 就會卡一塊可能有些比較多 有些比較少 我是稍微會拿這種蜜粉撲 然後這樣去點 然後你的蜜粉在你的刷子上 就會變得超級無敵均勻 然後再這樣子去慢慢的定妝 以前的我是不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就是我想要粉越多越好 但是其實現在我就想要粉少一點 因為你只知道粉多 然後就會乾一點乾就會顯老這件事情 對我現在不走那一塊 這個方法我個人自己覺得非常的genius 如果你們有喜歡的話 在下面就是告訴我你們覺得很有幫助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我學到這一塊之後 就是每次就是這樣沾完粉 然後這樣子搓一搓 上上臉上的蜜粉超級均勻 整個妝感就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不會就是到處都有那種特別乾的區塊嗎 所以我個人覺得蠻天才的 接下來的話就是進入我們眼影的部分 兩盤眼影盤 然後跟幾個單色眼影 那首先的話我是要來講這個 這個是Wake Make他們家這個眼影盤05號 它的顏色就是比較偏中間色調 中間色調的偏暖一些些嗎 我非常喜歡它這個色調 就是怎麼畫怎麼好看你知道嗎 隨便往臉上暈就是這個顏色就是一個漂亮 然後它另外一盤就是粉到一個不行 我有點嚇死 但是這個就是比較中間偏橘的顏色 真的是很delicious 你知道嗎 雖然腮紅我比較沒有那麼常用 但它們這一區的就是粉質都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其實深色的部分就還ok啦 不是我想像中的著色力那麼的高 所以我拿它來當眼線的時候 我自己是稍微有一些些困難 但它除了就是這個深色之外 其他我都非常的喜歡 雖然這裡面有亮片不知為何 但是像這兩個亮片色也都超美 這好像是因為史丹里老師幫我化完妝之後 我就想說多看了它幾眼我就拿來用 就發現 對不起 我都有在用你 你怎麼那麼好用 對所以這個月就特別愛這盤 那除了那盤眼影盤之外 另外一盤是這個 就是1028他們家的這個巧克力盤 我只記得這樣叫它 我一開始看到它的包裝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 哇 就是指紋收集器大哥 但是它裡面的東西 好好用 粉質都超好暈染 超好上色 然後 顏色也都非常的美 就是以它是這個巧克力的這個 你知道 主題來說 顏色超美 其實在手上看起來還好 它是真的到眼睛上 那個顏色 看它這個 霧面的顯色度 會讓人家覺得 哇 累是開架彩妝是吧 哇這個粉質很厲害 而且其實手上刷就是還OK 但是畫在眼睛上 真的會覺得很輕鬆的 可以把所有東西暈開 所以真的是有愛 然後再來的話是三個 單色眼影 先講這個好了 因為這個其實我比較常拿它用臉上 就是尤其是像黑眼圈這附近的定妝 這個好像是之前湯介紹的 它會拿來定妝的一個顏色嗎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也想試試看 結果發現 欸 這顏色真的很厲害 就是已經有在那麼多的定妝粉上面 你還是可以看到吧 有沒有 這一塊整個亮起來了 有吧 我現在從相機看超明顯 看起來就是個嗚 這邊bring起來了 好我現在上的亮也不太對 我只是想說示範一下 但是如果你在對的地方 就是去打亮的話 整個看起來很厲害 重點是這個眼影本身真的超厲害 它有很多像這種顏色的眼影 是完全沒有辦法疊出 像這樣的顏色 而且重點是已經在一堆其他的粉上面 你還可以再直接加顏色上去 我覺得 應該說顯色度非常非常的強烈 我 很愛 就是很長一些小地方我想要打亮 我想要修飾啊 像 就是這種 有沒有 眼線附近 想要把眼線附近修乾淨啊 眉毛下面啦 哇 它都瞬間亮起來給你看 我只能說 我覺得 very very 厲害 那再來的話 是最近這個 Laka他們出的這種亮晶晶的眼影 我知道大家都在團購 這一顆真的是 我看到人家就是在團購在推 我還是被燒到了 我只能說他們的璀璨系列 其實到處都看得到 說實在 就是我自己個人是更喜歡 Solong的質地 因為Solong的質地還可以再多堆疊 然後變得有點濕潤的感覺 但是也是可以這樣分開上這種非常閃亮系列 那他們的話質感是比較乾的 但是因為這個顏色很特別 它是有點偏紫色 所以在眼睛上會有一個很特別的光芒 所以我只能說 這是Laka他們家 Mono Eyeshadow 923號色 那如果你自己沒有像這樣的亮晶晶系列的眼影的話 其實你們想要去買他們家其他這個亮晶晶系列 其他顏色也都可以 其實我有 他們也都是一樣非常的閃亮 雖然因為都是要用手指上啦 我個人是有點讓他稍微小小的看到嗎 就是有點結塊 但是結塊的情況下它還是可以區分 所以 nice 好那再來呢 最近我其實超愛這顆眼影 然後我的IG Reels 上面有一支是在分享一個MAC的唇膏 我那時候眼影好像被問爆 我那時候還沒有回答 但是我在這邊同意的跟大家說一下 它是這個Visee他們家的眼影 是他們這個有點果凍膏狀的眼影嗎 我的顏色是PK03 我跟你講摸起來的確就是有點像那種果凍霜粉狀質地 然後呢它自己是有一個有沒有底色的 但它同時也有帶著這些閃亮的亮粉 所以我都是直接拿它來塗全眼 就像我今天眼睛上也是 有沒有我最近很喜歡的彩妝畫法啦 就是喜歡把這些亮片直接帶到我整個眼皮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愛上這個做法 我覺得應該是在花枝小的那個影片之後 我就開始喜歡讓亮片直接上來這邊一整個 有時候會往上延伸 但是有時候在控制自己 不要讓它到處都是 但是我很喜歡就是這個眼影的感覺 就很美 ok very pretty 然後這個眼影我也是覺得非常方便 因為我那支影片基本上整隻眼睛就只是這個 我就是重複塗個好幾層 它顏色就是變得比較深 就是它會有深淺度出現 然後同時會有那個很強大的光澤 就覺得 one and done 就是一個眼影 就可以畫出一個眼妝這樣 我覺得很優秀 再來的話我們來進入 夾彩的部分 那夾彩的話我先來講修容好了 因為修容很快速 其實就是 HIMI的修容 對 HIMI的修容大家誰不愛 那這個是HIMI修容他們最新的顏色 是03號 pale contour 它就是比較冷色調的那顆 然後再淺一點 所以我自己特喜歡 因為我膚色真的是偏比較淺色一點 所以我用它就覺得 它完全就是適合我的顏色 而且我現在比較沒有在做那個bronzer 你知道嗎就是顏色讓整個臉看起來 好像有被太陽曬過的那個bronzer look 我很久沒有做類似像那樣 我現在都只是追求陰影 然後讓整個臉的立體感有出來 像我今天的鼻子的陰影 都是使用它畫的 其實我現在走這個風格 有時候臉這邊我也不會特別去加太多 因為我的臉本身 我跟你講不是要自誇 但我身體呢是非常有肉的 但是我的臉總是瘦的 就是我就算真的變得超胖 我的臉 好啦我的臉還是會一起變胖 但是就是 我的臉跟我身體胖的那個程度 就不太一樣 我就小臉 OK 那這個呢就是 我個人也是有拿它來修旁邊過來 也是那種比較韓式的修法 修一點點 顏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 粉質就是我們熟悉的 非常好的himi粉質 不會太過度顯色 然後又非常的好暈染 所以優秀 再來的話 我只能說最近非常神奇的是 我很愛腮紅 腮紅的部分我們第一顆先來講 對又是himi 沒錯 himi呢我不太清楚他們現在腮紅的路線是怎麼樣 他們有這個包裝的腮紅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包裝 再大一點的黑色殼的腮紅 然後再來又出現了這個 他們可能腮紅就在出不同的系列 但同時我在使用的時候 我感受不到哪裡不一樣 但總之這一塊真的是好用 就是上上去非常簡單的 就馬上暈開 然後加上調色非常的漂亮 偏...我要說暖嗎 我覺得它很偏中間色調的 一個信桃色的那種感覺 我只能說我超愛 最近就是狂用它 然後接下來我要來講這個是 Benefit他們家的Sunny 那之前的愛用品影片 我有提到Benefit他們家的Shelly 然後那個時候 我超級無敵愛那個顏色 但我唯一有一個問題 小小的問題就是它有點太顯色 有時候一個不小心就 就是有點糟精嗎 所以我是自己又去逛Benefit 會看到這個顏色 Sunny 我就想說看起來跟Shelly很像啊 就是到底它在哪裡 所以我就拿它也稍微上了一下 發現跟Shelly很像 不過它的顏色就是顯色度就是淡許多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可能就是它本身就是比Shelly 顏色就是淺一點 之前在使用Shelly的時候 也是盡量把它暈到超淺 所以它暈到超淺就是這個我正常上的量 Shelly那顆真的太容易失手了 所以我就是有一陣子就超愛這一顆 所以Sunny這個的話 如果你們也喜歡那種有點喝醉的那個感覺的話 Sunny這顆我覺得很漂亮 Benefit他們家的腮紅我都超愛 接下來我們還有這個 這個是George Romani最近出的這個腮紅 那我只是剛好這個顏色我覺得真是太漂亮了吧 這個是10號沒錯10號 它其實非常像剛剛HIMI的這顆腮紅 不過再更加的塗 然後再稍微深一點點 然後它就是做一個非常漂亮的 暖的偏棕色的腮紅 我上起來我就是超愛 雖然我今天這個妝可能沒有到這麼適合 搞不好也可以啦 但是就是vibe不一樣 但這個顏色真的是美到薄 Oh my god 美到不行 然後粉質非常的細緻 George Romani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底妝什麼東西 其實也都是粉質很細 所以我個人很喜歡這顆 它包裝也非常的可愛 有沒有就是有點像他們的那個粉底 這樣子有沒有 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就是很可愛我喜歡 然後最後這顆是我真的最近也是狂用 乍用到一個不行 就是這個OENIR這個品牌 他們出了腮紅 就是腮紅這個包裝其實很像之前 而且他們家出的 就應該要說很多腮紅包裝就長這樣 但是它是非常有質感的 你打開你看它這個鬆緊度 有沒有 有一個扎實感 所以你不會特別覺得它很廉價 有沒有看到它的那個緊實度 然後跟它的包裝是非常的簡單漂亮 然後這個顏色呢 我超愛 是01號 它就是偏冷色調的粉色 那我最近呢其實由於我超級無敵想要嘗試更多冷色調的產品 尤其是腮紅 最近很愛腮紅 我以前是一個腮紅沒化 我真的都覺得沒有差的人 現在超愛腮紅 我覺得這個變化我自己也覺得非常的神奇 然後大家也一起看著我這樣變化 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神奇 反正我只能說我現在的改變非常的大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要找到更多更漂亮的這種非常冷色調的粉色 然後這個顏色就超級無敵漂亮 上上來之後只能說一個字就是嫩 看起來就是嫩 非常的漂亮 粉質一樣非常的細 那因為非常非常的淺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出錯 所以你知道比較容易會變成我喜歡的東西 總之這個就是我們腮紅最後一個顏色 再來的話是我們唇膏的部分 或者是說唇部產品 那唇部產品的話 我只能說我要先來講這個 就是最近期 就是才剛從韓國帶回來 我就愛上的顏色它叫做 unknown way 它這個看起來有沒有 就是有點像紫色的這個顏色 但是它擦在我嘴巴上的顏色超好看 好像必須要擦一下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這個嘴巴上的唇膏也是非常的美 這個combo美到一個不行 我先來把我嘴巴上這個combo講完好了 我嘴巴上這個combo是這個Hard Percent他們家的唇線筆的01號 Peach 然後加上Arminia他們這個水光的唇釉也是01號 所以01號搭配01號 這個感覺是不是很不錯 非常不錯 美到一個不行嗎 然後他們其實也是不太掉色 然後我記得 對 也是不太沾杯 不太 但是還是有沾 我真的愛到不行耶 這個combo就是又變成我最近的最愛 不知道是久久都要稍微update Reels 上面說一下我最近最愛的combo是什麼 但這個combo就是美 雖然這個水光唇釉 它其實沾在手上的顏色不會很多 但是它其實在嘴巴上的光澤其實會消失蠻多的 所以其實持久度來說的話我覺得就還ok普通 但是它的這個光澤度真的太美 有看我剛剛上完 這個光澤度 不是所有的光澤唇釉都可以這麼亮耶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辦到 但美棒 那接下來的話我的愛用品裡面還有這個 也是另外一個Hotpresent的唇線筆 那我現在就是要直接來使用它 然後配上我們等一下要上的那個唇膏 你看這個顏色超級漂亮的中間美界 它顏色也是偏稍微冷色調一點點 這個是06號 這顏色超漂亮 我其實比起剛剛那一支我更喜歡這支唇線筆 因為它更加的百搭 那再來的話就是來試擦我剛剛說的這個 unknown way 我今天眼妝還是偏暖色調一點 但是這個唇色真的超美 它明明是一個紫色我原本想說哇淤青的顏色 但是不知道欸我覺得擦起來就像是一個壞女人的感覺 壞但是非常漂亮的女人 OK 那它的話其實就是一般的霧面唇膏啊 就是其實對乾了之後其實就不怎麼掉色 就是偏比較乾一點所以嘴巴一定要先做好保濕 但是我個人是只是愛上它的新的包裝 跟重點是這個顏色真的很美 那它的霧面感其實也不會讓嘴巴覺得非常sock 很dry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值得推薦 好接下來的話當然是要來講這兩個是 Visee他們家新的那個唇膏 就是亮面唇膏 雖然他們就是沒有怪獸唇膏這麼的持久 但他們持久度就是比怪獸唇膏在下面一點點 那他們的顏色非常的漂亮 然後也是給你一樣那個非常漂亮的光澤感 所以我才會在reels上面po 所以你如果買不到怪獸的話 你就來買Visee吧 因為他們的顏色每一隻都有夠漂亮 光澤感十足 然後那個透明感 一樣比怪獸還要再低一點點 但是就是很接近我自己超級無敵愛 那我自己覺得超美的顏色就是這個 OR 250 OR應該是orange的意思吧 就是比較偏暖色的 插在我嘴巴上我真的覺得 不能再更美 OK不能再更美 所以我才說沒有到那麼同意 老師覺得我就是超級無敵冷色調 但的確我擦另外這個PK850 雖然這個我也沒有覺得到多冷色 但是比較偏粉紅的顏色 擦在我臉上也是真的是很好看 所以這兩個顏色我都超愛 他們裡面所有的顏色其實都不錯 但是這兩個顏色我特別喜歡 還有一個是他們的土色啦 但是因為怪獸唇膏的土色 我自己再更愛一點點 所以這兩隻是我會推薦的 再來最後兩隻 這個呢 All I Want 或者是 Only One 我不知道它怎麼唸 但是他們就是忽然間寄了一堆唇釉給我 然後我就說 OK這麼多唇釉 我就是在新品開箱的時候試色一下 發現 欸唇釉很好用 唇釉不知道在好用什麼 比起唇釉 我覺得應該是要叫它唇泥 這標準一點嗎 但它又不會像唇泥這麼的乾 然後這個顏色 OK特別這個顏色 這顏色太爆霉了 這是105號色 這顏色有夠漂亮 就是也是比較偏中間色調的 然後就是很會填補唇紋 然後整個顯色度很均勻 就是你嘴巴一抿 它那個抿開的那個樣子是非常漂亮 有一些不均勻的 就是我之前試過Roman 就是你抿怎麼抿 它都是有點難 就是你還要用手指推開 這個不用 嘴巴抿一抿就開了 然後質地是非常舒服 看起來完全是霧面 但是一點都不會覺得乾 所以這一隻 雖然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品牌 應該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但我看到那個蝦皮上面有在賣 我覺得我推薦 再來的話 我要來講這一隻 天吶 我真的這一隻 真是讓我超級無敵尷尬 當初的那支影片 對我在抬頭上面也說什麼 喔我愛的品牌也會有雷 然後就是當初我也是對它 就是各種的鄙視 納斯的這個唇露 我看到別人的試色 就覺得根本就沒辦法擦均勻 然後也沒有顯色度 到底在幹嘛 我跟你講我擦爆 就是我今天介紹的所有 我愛用的唇彩裡面 這一隻我最常擦 為什麼呢 因為我素顏的時候擦它 超好看 我素顏的時候嘴巴就是無色 你知道嗎 看起來就是掛了 就是完全毫無氣色的一位朋友 然後這一根就擦上去 它就直接變成你的嘴唇的顏色 而且它是霧面的 所以它就是給你一層超級無力薄的 你看 你說你當下在上這個時候 你不會覺得說 這個唇彩就還好嗎 這樣OK嗎 沒有 超OK的 擦在嘴巴上 看起來好像什麼都沒有擦 就是你知道嗎 我之前擦可能其他的護唇膏 嘴巴就是好像有點亮亮 就看起來就是 嗯 你是不是 你知道素顏然後想偷化妝嗎 或者是我都是擦這個去打排球 就是尤其是去打球的時候 人家可能想說 喔你就是打球還化妝什麼的 就是你那個唇膏 只要顏色稍微 或者是質地稍微就是 怪一點的話 它就會看起來很明顯 就是一個唇彩 但這個 它會變成你的唇 你的媽生唇 你知道嗎 就是你這個生下來 你的唇就是這個顏色 超漂亮 漂亮包 我茶寶把每天帶來帶去 這個是一樣我會需要囤貨的東西 當初有罵過他一番 但我得說 我覺得我之前講的也不是錯的 因為他們這個唇露還是有推深色 深色就真的不行 我就是深色的部分我還是看不懂 它有很多其他那種 你知道不是這種媽生唇顏色 或者是有點土色的 我就會覺得 嗯 這個我好像真的沒有辦法幫你說好話 我得說我之前講的不是完全錯的 OK 但是這支 這支超美 色號是Dolce Vita 這顏色已經太漂亮了 所以呢 我們今天最後一個產品 就結束在我之前 有一點點 誤會它的NARS的唇露 好那這是我們今天影片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有喜歡我 三個月來還是會擠了很多東西 我就這次 就少一點吧 我的那個箱子沒有裝到就是 爆出來這樣 是吧 這支影片可能還是會800年長 所以我發現大家也喜歡我的800年長影片齁 所以我以後知道你們喜歡長影片 我都會盡量把它拉長 這怎樣 很喜歡聽我講屁話是不是 好anyway 這是我們今天影片結束的部分 如果有喜歡的話 然後如果你是喜歡我長片的那群人的話 在下面好好的告白吧 我知道你們很愛跟我告白 那不要忘了一定要給這支影片一個讚 不要忘了離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次有影片的話都會遞個通知你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